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庆祐和协会委员 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兼秘书长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一块儿学习楚遂良的楷书《梦法师碑》 楚遂良楷书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楚遂良一生中的楷书 从《医缺福干碑》《梦法师碑》《黄连公碑》到他晚年的宴塔圣教序 风格是由质朴走向了一个波罗多斯生动变化的过程 总体来说《梦法师碑》的基本风格 它还是在《医缺福堪碑》的基础上的一个丰富和发展 《梦法师碑》点画圆润 极致方整 笔意内敛 《梦法师碑》点画由内念而静体 章法上《书密有志》 字的大小伸出变化 所以我们大家在学习和了解古人的优秀作品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古人在处理楷书的时候 字形的伸缩变化 长 短 宽 扁 它都是非常有很大的幅度的 尤其是字式比较内敛 节字比较方整的 整个字的神态比较内敛 内涵趋近的这一书体 在字形的变化上更要讲究 《孟撒斯碑》的学习 我们主张在技术上 《孟撒斯碑》对它的定位还是要往一个直 挺 扑的方向来把握 但是《孟撒斯碑》的直 挺 扑 它和一雀伏勘碑又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边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雀伏勘碑更多的是方 外挺 挺阔 转折处 线条的直 表现得更静止 结构更往一个趋于方的走路 那么《孟撒斯碑》它这种挺是往圆的方向 环抱之心 我们在学习《孟撒斯碑》的时候要按照书风的一个方向 仔细地推敲 毛笔在纸面上接触的这个过程 要提醒大家注意几点 行笔 肯定 干脆立了 有很多人在描述《孟撒斯碑》的风格的时候 说它有明显的立书的义区 所以说从这些特点上来 我们来定位《孟撒斯碑》的这一种数据 点画的外轮廓一定要肯定 就说不是单纯的用专书的线 很圆分的线去表达它 而是要把线的外轮廓写出来 如果在描述或者表达《孟撒斯碑》的线形的时候 没有这种线的外轮廓 那么我们的用笔 我们的笔法技巧就会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点画 看似点画一律 就是点画的起伏在一个字里面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也不能忽略它点画的粗细对比 这一点和《孟撒斯碑》的楷书有相近的地方 这一点和《孟撒斯碑》的结字以拙为主 而不是以巧为主 什么是拙 就是点画的凭正 点画的就节字的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组合关系 因为《孟撒斯碑》少一册变化是主 把有些该放的地方写得很熟练 把有些该熟的地方写得很放 就是对这种反对比 反称 把有些本来是应该飘出去的 它写得很熟练 把上面的其他部分反而写得很开张 这种就是一种主的表现 但是我们通常在处理楷书的时候 容易写得巧 就是把那个飘逸的点画写得很飘逸 把那些其他局部写得很熟 把这种收和放写的对比很大 其实它是用巧的表现 其实这些都是表达了 《孟撒斯碑》在早年楷书里边对北碑的这种依序 这是一种敏锐的观察、学习、吸收 对《孟撒斯碑》的学习 当我们把它建立在对《大字音符经》的技巧型学习上以后 那么我们在表达它的时候 我们的手段就比较充分了 我们以《大字音符经》的用笔技巧反过来做《孟撒斯碑》的这种相对简洁的技术系统 我们在用笔的技巧上就游人有虚 现在要防止的就是把它点画的过度的美化 就是把对《大字音符经》的一些点画学习道的一些小技巧 把它带进了对《孟撒斯碑》的学习 这是我们在学习中尤其是要注意的 总之《孟撒斯碑》是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进入 来感受 来体察 来练习 来学习的一个范团 我要提醒大家的一句就是 我们旧楷书 学楷书 永远是由本质上的局限 对楷书的学习一定是要建立在有相当的对专丽的学习绝累的基础上 并在子基础上对《行草书》有比较深入的研习 为什么说要在专丽上有所接累 在所有的书体中就只有专丽书是真正解决线的本质的技术体系 我们都知道楷书是从历书演变过来的 发展演进过来 那么实际上楷书的大量的现行是源于历书的现行 所以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可以说是相当大程度上的历书的成分 只不过是用了篆历书的线条来表达了一个线的形态 一种特殊的形态来存在 如果我们对篆历书一点积累都没有 我们最多只能学习表象 就去描画一个楷书的字形而已 我下面就通过演示把我们对《梦法师碑》的解读的程序 技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们大家要注意 入笔的时候还是要先沾清水 把毛笔 笔毛先润一下 我们临写《梦法师碑》还是给其他碑铁一样 还是三段式 第一 整体的感受 就是有一个段落的 你有个临写的感受 第二 着锋步骤 对技术的细部进行研究学习 第三 再恢复到整体的体验 就是整体 局部 局部 整体 这三段式 我们还是要选一段 我们自己感觉最能代表《梦法师碑》特征的这些 在《梦法师碑》里面这一段 它是点画方阔 方正挺阔 而且粗细对比强烈 字的精神头也特别好 我把它给大家做一个示范领形 写的时候 当你第一个字写出来之后 那么第二个字就是以第一个字作为参照来写 它比第一个字大还是小 都是由第一个字来决定的 反过来说 第一个点画一下笔就决定了这个点画 这个字的整个它的轻重大小它都是这样 先想好看清楚了再下笔 因为我们在写这里面第一个字旺的时候 旺是一个比较防正的 本来是上下结构 应该是偏长的一个字 楚遂良把上面给分解开了 上面把它写得更加方正 甚至于有点趋于扁方的感觉 那么这个字在它所有的字里面是中等的字 而且还稍微偏小一点 我们就不能一下子把它写得太衬格 就是我们先下笔的事情 这个是你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先琢磨的事情 你不要一下子 你把那个旺一下子就写得很衬格 那么第二个青字呢 青字比它长多少 起码要做长了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我们写到格子外面去 所以说你要以这个篇章里边最大的字来定它的称格的感觉 然后反推过来它应该写到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可能写的时候就要把它这个字稍微写得偏小一点 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 我们在观察这一竖笔的下笔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它给上面三横的关系 你们可能要说洪老师怎么没看见你这个勾出去呢 这个勾就是反推上去 厚重 厚重 那么点画的粗细 我们来看 我们如果写第三个字 鸟的时候 这个鸟的点画的粗细和望字脆粗的部分它就有差距 它更和望字的上面的右半部分相近 而且整个字内点画的粗细变化不是很大 字的大小和轻字很相近 这只有很扇动的 söyl无数 现在来aros可以使用它 一的调补 rookı 它有厚重质感 这一横的整个字就写得扁了 横折钩的劲和点画的这种声动形成一个对比 横折钩的劲和点画 你们看我在写中间的这两横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写得比较轻快 要让这个字里边有一个轻松动态的感觉 避免把一个字写得又板又解 它一定要有两处是有运动感的 你看旺字 轻字 咬字 知字我们就不说了 来字 祥字 每个字里面都应该有一个鲜活的地方 来鲜活的地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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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这个字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 这个官字笔画不出 但是这个字的饱满 衬格 《孟法诗碑》里面算是比较有特色的 它是比较有特色的 钩 一定不要非常轻快地一笔划过 推着走的感觉 往下拽的感觉 把这种字的大小的对比的这种感觉给它找出来 点画少的写得壮 写得重 点画多的反而写得零 点画少的写得重 点画多的则 点画低 点画湿 点画方 点画 感谢观看 你看我们在写的时候 中间这一横我们把它写得流畅 那么流畅是什么概念 这一横比射净的意识要减弱它就流畅 推的意识一减弱它就流畅 推的意识一加强它就厚重 我们偶尔出现的这种枯 这种交集 把这个字一下子就显得透气 我们的这种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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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这种枯弱 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这种枯弱 我们的这种枯弱 就是这个纳厚重而不是飘逸 它和《大字音符经》里边的那种纳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由浓厚的北碑意趣 在北碑意趣 当我们对《孟法师碑》的局部的一段落有了一个通灵的感受以后 我们可以在深入的对它的一些特色一些特殊的点画的技巧进行分析进行研究 有了整体的感觉之后 在这个极调下 我们要对它有一个详细的细致的一种研究 这堂课我们就到这儿 下面下一堂课我们再对《孟法师碑》的基本点画和结构特点给大家再做分析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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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